原标题,杭州男子后悔将房子建卖,跑差价不成多次减电表现被拘 家住杭州于杭区五常街道的姚某三年前为还赌债 以60万元将父亲名下的一套拆迁安置房出售 但一直未过户,如今建房价上涨 姚某要求买家不差价或赎回协商未果 尽多次减断这套房子的电表总线 澎湃新闻 www.spare.cn 11月13日从宇航警方获悉姚某已因涉嫌故意损毁财务被刑拘 33岁的姚某是独子家里2009年通过拆迁分得三套安置房产权均在其父亲名下 2014年姚某因赌博欠债 瞒着父亲签订买卖协议将一套130平方米的安置房以60万元卖给周先生 但因护主不知情一直未过户,如今该房子周边的商品房价已涨至每平方米2万多元 姚某要求周先生按现在的同类房院市价补差价或以70万元由他赎回 多次协商均未达成协议 今年8月起周先生发现家里的电表总线被人陆续剪断十几次 怀疑是姚某所为,于是报警 民警通过走访和调取监控,确认姚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与九日将其传唤道案经审查 姚某对剪断电表总线的犯罪事实公认不讳责任编辑贵强